9天民俗技艺团太子极限环台赛开跑 三组参赛队伍扛起三太子神偶 犹如急行军快步往前 活动第二天从彰化绣水出发 三组队伍中有一组是来自高雄中学的学生 他们是为了展现挑战自我 同时也为高雄在地设服机购募款 这次环台赛总计28天 每天必须走40公里的路程 是体力耐力和意志力大考验 加上炎热天气大家都有备而来 水然后帽子然后跟她的眼镜 想要跟一群可购同目标的 去完成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眼镜袖套还有这种腿套 就是比较让脚不会晒香 三太子这个部分 它就代表一个年轻人冒险跟泛滥 然后勇于挑战勇于面对困难 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好玩 但是好玩不一定能够走得完 所以说在这个挑战里面 它不只是体力的问题 彰化气温直逼34 5度 连地上搏油路都来到50度左右 有参赛者出现晕眩疑似中暑的情况 成了伤兵 他昨天晚上就有一些腹部抄筋 跟腿部抄筋 都没有完结 气温飙高队员轮流扛着8公斤 中的三太子神偶前进 7分钟就得换手 否则谁都受不了 不过实测在神偶里的温度 大约29到34度 比起直接在太阳底下 反倒有点遮阴效果 就怕参赛者中暑 主办单位每两公里就设有水车 还有一户官跟哈雷车队志工 一路轮班跟随 协助突发状况 希望参赛者都能顺利 完成28天的环台赛 东森新闻成员以汤以诺 在彰化采访报道